Hello, 大家好, 我是何家上, Nigel 我現在就是讀Poly ITC Fashion Retailing, 就升Final Year的學生 做小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的Triptor 叫我去學素描 其實只有黑白灰的一個世界 但我覺得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挑戰 其實我只拿著一支原筆, 或者一支坦筆 用不同的力度不促 其實都可以畫到不同的深淺、不同的層次 所以之後我都很享受用素描這個方式 去表達我藝術方面的創作意念 我們都由八、九歲開始 到現在其實每天都會做一些小型的創作 慢慢我由一個素描的興趣 就慢慢畫到畫一些文字 還有一些甜的創作 最後就是去到現在 比較像紋身創作的一個意義 其實在他們的肥姑身上 就已經是一個蜂蜂的一個模型的渠道 大家已經知道他們的背後有什麼故事 有什麼信念 可能是有關親情的 有關愛情 有關友情的 或者他們的一些座右銘 同時我都創作了一些原來的字 其實我都是覺得 變得是你擁有的一件事 都好像幫你變得它進來一個紋身 所有你的belonging 其實都可以作為一個 去到你想表達的一些意義 說到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 說到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 其實都是之前的時間 就畫了這一幅 其實就是在畫一個天使 也是用了玫瑰去融入這個作品 那為什麼我自己比較滿意這個作品呢 其實我一直以來的作品 很多時候都會用一個好像天妙法的風格 就是所有的光暗都不是就這樣一條條線去勾出來的 而是用點的密度、梭度來製造那個光暗 那我這次都試用了一個 用得足來製造一個好像針織的效果 那其實都是由一個時裝的角度 去帶一個創作意念 它有這個作品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平台 去給機會學生 去show off他們自己的potential 多些行內人 這個機會接觸到 我們這些作學的學生 或者一些舊生 其實有很多時候這樣 一些模型的機會 就可能製造了未來更加多 行內或者其他行業的工作機會 或者是多些程度 給我們去share我們的art beliefs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